这个帅气的男人是天上的施玉神 正在奉玉帝旨意给人间降落 为了应所谓的天地玄机 玉帝竟要水淹大地灭绝生灵 施玉神已经奉旨向凡间施下连场豪雨 导致水淹苍生 生灵涂炭 这场雨一连下了三十多月 前里的庄稼都给淹了 再下去去人都全都淹死了 百姓纷纷跪地祈求上天停止降落 施玉神看到后甚是怜悯 于是私自停止施法 并且还要去请求玉帝停止向凡间施玉 天降得知后赶紧前来督促 施玉神 我得善离之首 继续施法降狱 不上 我要见玉帝 玉帝得知施玉神善离之首对他做出惩罚 要将他逐出太虚 施玉神却说他受罚不要紧 只是想恳请玉帝收回向凡间施玉三个月的玉旨 免得凡间生灵涂炭 还不等玉帝开口 其中一个小神就冲出来说施玉神善离之首 就等于藐失玉旨 恳请玉帝将他逐出太虚 叫他永世不得超生 不过最终在众仙家的求情下 玉帝还是免了施玉神逐出太虚 但是触犯天条不可不乏 最后将他打落凡间转世为人 饱受生老病死之苦 与此同时人间皇帝正在策马奔腾狩猎 只见他拿起弓箭要朝飞鸟射去 这时却看到天上凸现两个太阳 吓得皇帝一下摔到马下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皇上觉得此梦大有玄机 赶紧叫来博师为他补算一挂 随后博师说到太阳代表着权力 皇上梦见有两个太阳 那就表示有一个新皇要和皇上争夺权位 皇上听后赶紧向其询问补救之法 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 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新皇消灭 根据挂象所示 这新皇会在今年的8月23在京城出世 只要把当天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 皇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二天官兵贴出黄榜 上面写到凡是今年8月23出生的小孩 送到皇宫去 就可以领赏黄金一百两 好巧不巧是与神投胎的这户皇家 二夫人就是在8月23生下的她 皇老爷开心极了 正要抱着儿子去皇宫领黄金 结果刚要出门就被大夫人拦了下来 总之你哪都不许去 像她这样的贱重有什么资格 哼 才去领赏金呢 二夫人心善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大夫人 却不知这样以来刚好给儿子挡了灾 不止这些平民百姓家的婴儿 8月23出生的还有皇后生的大太子 为了稳坐皇位 皇上不惜要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 可在皇后的苦苦哀求下 皇上最终还是没能狠心下手 时光飞是岁月如梭 转眼20年过去 世与神投胎的皇初平已经长大成人 一天皇初平在山上放羊 却不小心弄散了一只羊 他一路跟随到青羊观 无意间竟参与到了一场地位之争中 三殿下为了争夺皇位竟派杀手来暗杀大太子 在皇初平的帮助下 大太子才侥幸干掉杀手 可让皇初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这样一来就得罪了权贵 最终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母亲葬身火海